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聽方後 卻收到詐騙訊息 聲稱信用卡得要驗證 二十四小時內就要完成 否則取消訂方 附上的網址當中還有booking這個字 假扮官方網站騙取信用卡資訊 抓著民眾急迫的信 騙取個資 但是仔細看詐騙集團的訊息 是透過booking官方聊天室 來傳送 詐騙集團 真正的旅宿業者 前後悔訊息 也讓民眾難以再相信 booking.com 則透過聲明表示 近期是由釣魚網站入侵合作 夥伴賬戶 並沒有收到駭客入侵 目前已經凍結有風險的賬號 並協助業者和消費者做後續處理 其實不只booking遇到這問題 包括Agoda Trivago等知名訂方網都有類似案例 民眾交出個資錢 還是得先再三確認 華視新聞 劉俊男 沈立榮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